自從服貨後 卡洛斯也沒有再戴豬嘴 主要原因是豬嘴可能太大舊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豬嘴是有出氣罰的 電視上也聽到有些醫生說不要戴出氣罰 因為是一個自私型的口罩 於是卡洛斯就斷了戴這一盤 戴了這麼多天就被人問了這麼多天 卡洛斯你這個是什麼口罩 為什麼這麼有趣 還會亮燈 本身因為這個又不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而且不是偉大的發明 所以我本身也沒有打算拍片去講解 這個極其量是廢物利用的改造產品 但是既然這麼多人都問了 我就嘗試今天拍片來講解一下 最少給大家試一下 卡洛斯怎樣將沒有用的東西變成有用 這個也是一個Maker 應該盡的本份來的 假設你都是這麼八卦的話 今天的節目你就要看到最後了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請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下一站就 bakalım 請進 回到辦公室 頭上的風扇 風扇不用開這麼大 這個是最慢速的 第二速 最快 在外面開到這麼快 回到頭上的風扇 關掉它也可以 甚至我辦公室沒有人 我脫口罩也可以 摺起它可以好好保存 接著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故事 正如之前所說 就來開貨 戴著豬嘴說書 是死定的 我試過戴著 包口罩說話 就發現好焗 又沒有豬嘴那麼舒服 於是我就上網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 有風扇的口罩 最後 最後就讓我找到這一款 小米的布尼口罩 卡洛斯向來 都對小米的產品 都幾喜歡 因為覺得他的家庭產品 都幾有創意 還有幾適合 為我們的生活著想 像這款Puree口罩 它就跟著一把風扇 來 裡面 就有一個 Filter 有一個布口罩 布口罩 有兩個窟窿 裡面還有一些小工具 讓你拆開一把風扇 OK 好像這個 就拆開了風扇的蓋 就可以換裡面的 所謂新風片 所謂新風片 其實就是口罩的容噴布 然後還有一個小配件 給你用來勾住口罩的帶 就不用固住的耳朵 那麼痛 你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設計就很完美的 所以卡洛斯買了回來 就趕快買了它的鋁片套裝 裡面就有10塊的KN95鋁片 再加上20塊 用來過濾風扇的新風鋁片 應該就可以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於是我就把它組裝起來 就試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組裝的方法都不是很困難 用兩塊配件 同時夾著濾心和布口罩 正當我打算把風扇安裝上去 我就發現 濾心就突出布口罩之外 不單止下面 上下都是這樣 而且還有 濾心的中線 和布口罩的中線是不對的 這個布口罩的左邊 雖然有一個位置 讓你塞住濾心 但由於濾心歪了一邊 根本就塞不住 那我試過帶我這樣外出 加上這個 背夾的勾 這樣帶起它外出 發現怎樣 歪中了一邊 而且不止的 你看看 下面呢 是 漏白出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 白色的濾片 應該和這個 口罩外部 是兩個部門設計的 我覺得 根本兩個的尺寸是不同的 白色的比外面的 還要大一點 所以會漏出來 如果洞的位置 又是歪了 兩個是不相對的 所以 配戴了之後 兩個的中線是不對的 哇 這個設計來說 簡直是死剩了 搞得我 我對它的設計完全失望 我已經丟了很長時間 一陣子沒有用 直到它真的復活 我覺得 真的需要一把風扇 去安裝我的口罩 我曾經上網去找一些 CPU用的風扇 但如果這樣 就要搞很多事情了 最後我靈機一觸 就把整套拿出來 大家又跟開我的頻道 都知道卡洛斯太太 很厲害 車部口罩 於是我就問太太 隨便拿了幾個 而拆開了布尼口罩的配件 全部拿出來用 至於它原來的布口罩 我就覺得沒用了 怎樣將它的濾片 配合布口罩來用呢 我心中有數 我用剪刀 剪兩個差不多大小的洞 按照安裝它的配件 當然 這個只是一個試驗 所以那兩個洞 就剪得不太漂亮了 但是我這個布口罩 才夠大 可以容納整塊濾片 就不會凸出來 而且兩個洞 是我自己操刀的 所以中心點絲毫不差 這樣戴上面 就一定不會歪了 至於原來好的設計 就應該要保留的 一個口罩 那兩條帶不夠長 很多時候 就會枯到耳朵痛 太長又會鬆 所以一個口罩的大褲 就不少得 但為了更有個人的風格 我就特地為自己設計 了一個卡路斯的口罩大褲 剛好得那麼巧 大加C和大加S 都有一個缺口 剛剛就可以用來 扣住口罩的左右兩條帶 調好大小和方位之後 我就用3D printer 把它打印出來 就不需要很厚 薄薄一點 1.5mm就可以了 C字扣住左邊 S扣住右邊 你說是否適合了 好了 接著就放一把風扇下去 嘩 開著它符符聲 這個第一個Mockup 我是有大過出街用的 我亦都在Facebook 跟大家分享 在那時候 我已經是把這個出氣佛封了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 你不怕上學 有出氣佛不行嗎 會被人說是自私口罩嗎 在第一次帶出街上 我已經用膠水 把出氣佛封了 主要原因是 出氣佛 為豬嘴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豬嘴是密封的 沒有出氣佛 我講過就是自殺 但是 這個是布口罩來的 基本上的設計 就是布口罩 加上Filter 所以其實沒有出氣佛 你是一樣可以噴出氣佛 加了風扇之後 開了風扇帶出街 我覺得是非常爽的 於是 我又進行Design Cycle 的下一步 去改良這個口罩 要怎樣改良 我相信大家都想到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那個洞切得不好嗎 因為我用剪刀剪 這樣披開口一定不行 其實很簡單 量好尺寸 將它在電腦畫出來 再用Laser Cutter 去切割 只要量度和計算得準 切割出全無瑕疵的兩個洞 又有得多難呢 大家可以絕對比較一下 用剪刀剪出來的效果 以及用激光切割出來的效果 相差有多遠 而且用激光 還可以大量切割 每蓋是一模一樣 今次我用了一個 黑色的防水布布口罩 安裝了之後 檢測一下 發覺口罩的中心 對得非常準 安裝了 卡羅斯口罩帶褲 就可以帶出街了 這個改裝成功了之後 我之前買下的濾片套裝 就可以用得完 完全不用浪費了 正如我們在節目開始說 這個並不是完全的D.I.Y.製作 更加不是什麼偉大的發明 可能在這個項目中 我太太所用的D.I.Y.能力 比卡羅斯更多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心 都會發覺 整個改造的過程 其實都是一個設計系統 來的 我希望利用這次的分享 和大家解釋到 一些沒用的東西 如果經過我們深思熟慮的去改造 真是腐朽都會化神奇 希望今天的節目幫到大家 如果覺得卡羅斯的節目幫到你 記得按LIKE和評語 記得按LIKE和按LIKE 按LIKE和按LIKE 按LIKE 按LIKE 按LIKE